好 主持人 帶領關機選戰最新狀況 民眾黨的總統候選柯文哲 早上在台中掃街拜票 下午是直接來到了彰化 可以看到現場的民眾是非常熱情 都搖著這個民眾黨的旗子 也有不少人是拿著中華民國的國旗 而柯文哲在先前的這個廟口致詞的時候 他也自爆自己呢 整個民眾黨曾經是去了國民黨的造勢場合 去回收了他們的國旗旗子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今天早上在掃街 發現我們這個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你們那個旗子 你們不會來造勢場合玩就丟掉 所以奇怪怎麼沿路都有人拿旗子出來 我說我還問張和氏說我們有在發嗎 他說沒有 他們不會丟掉 我還不好意思講 我們那很多國旗 都是一些國民黨的場合去撿回來的 OK 柯文哲是說這個旗子 其實不能這樣隨便亂丟在地上 不過他也說到民眾黨支持者 其實都是非常節省 運用每一分的資源 那其實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這個民眾黨這邊有一個 桃園的立委候選人 不過他這一次是以武黨籍的來出 來出戰 這個馬志威是被爆出了 去年是前往了中國福建 那疑似是接受了中國的資金贊助 昨天晚上被檢調約談也進行深壓 來聽一下柯文哲最新回應 被說涉嫌是有中國資助他 所以是被法院裡面深壓了 好 開始聽到柯文哲說 其實稍早的時候 整個黨部呢 都已經有開記者會來說做出說明了 不過是不是會影響整個選情呢 他則是搖搖頭沒有再多做回應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狀況 巴田 克さん 巴田 ly I 狹